陈香如谢这部剧里 成义饰演了三个角色 分别是银渊 唐舟 玄夜 其中玄夜是银渊的亲生父亲 只存在于回忆中的大佬 虽然目前还只短暂露了脸 但已经成为了本剧的顶流角色 真是太帅了 修罗族是上古恶灵之首 实力强大生性残忍 以人古为柴 以鲜肉为食 玄夜就是曾经的修罗族之王 他设计和天界的上使人尊阮卿相识 装作被追杀的样子 正义的女战神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在帝尊的讲述中 也能知道一点 婴渊父母的悲剧过往 他们一个是修罗族 一个是神族 本就是互相敌对的一方 玄夜的精心设计 背后也是充满了利用和阴谋 当阮卿生下婴渊后 才知道自己被玄夜欺骗 这时候玄夜骗得了 仙界和神界的两大神器 正准备统一六界 无数仙神死亡 其中也包括很多阮青的至交好友 虽然他还喜欢玄夜 但绝对不会选择去做他的帝后 修罗族和天界的大战爆发后 阮青奔赴战场 和玄夜交手是因为蒙面 被不知情的玄夜所杀 玄夜是个爱情事业都想要的人 虽然利用了阮青 却也对他是真的有情 阮青临死的时候 还说自己不后悔遇到玄夜 这一番话可谓是杀人诛心啊 玄夜用消耗生命的代价 借助神器回到过去 但仍然无法改变阮青死亡的结局 最后只能用无双镜创作出六界和平的假象 借此把阮青困在里面 自己则带领修罗族攻占六界 可惜阮青察觉到了一场 挣脱了无双镜 阮青把年幼的樱冤托付给自己的哥哥 又一次上了前线 并且立下了高阶神仙不能动情的天条 两人再次战场相见 阮青借助修罗之力亲手诛杀了爱人 他的元神则化为了天魔结界 把神界仙界和其他四界分割开来 所以当天魔结界出现裂痕后 只有樱冤可以修复 帝尊等人帮不上忙 悬夜爱情事业都想要 可惜最后都落了空 和阮青双双身死 留下年幼的应冤 背负着沉重的责任 身上的修罗血脉更是成为了他所谓的罪恶 剧本李扎爹是已经死了的 估计后面也是出现在回忆里 至于预告李父子对战的画面 可能是应冤的心魔 陈香如泄言但跳下了乌桥 应冤亲手送他轮回 余默契先成腰 就在这件事这里 请订阅 我请订阅 我请订阅